在《博人传》最新一画里 名人为了打败仪式 消耗了所有生命开启时空之眼 最后直接命运战场 仪式也终于彻底被击败 名人在月球上与仪式展开大战 实力不敌仪式的名人 最终选择燃烧生命 短暂地开启了拥有控制时间之力的时间眼 拥有时间眼的名人 最终彻底地击败了仪式 但他最终还是死亡了 佐助与博人通过时空转移之术 成功地带回了名人的躯体 两人的脸上早已挂满眼泪 楚田和小英都无法接受名人死亡的事实 整个木叶上下一片哀鸣 名人最终还是与世长眠了 卡卡西自责地矗立了许久 最终木叶高层决定 还是由卡卡西继续担任火影 木叶村外 来自五大国的忍者们都来悼念名人 所有人都发自内心地感谢名人为忍戒做的一切 佐助背靠着墙壁 就这么远远地看着 从不落泪的他 还是选择用泪水来纪念曾经的挚友 可怜的名人 在博人传里不仅失去了九尾 最后等待着他的结局 居然是死亡 随着名人生命的落幕 属于我们的青春也彻底消失了